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阿倫 你可否介紹一下你的blog 本身我的blog叫jonathanseem.com 以自己的名字去做 其實有點像外國風格 用自己個人的名字去做 不像其他亂作的名字 主要內容是 因為我自己有背後的原因 我會比較認識一些科技 以及我自己比較喜歡玩的新科技 所以我的主題是講講IT的東西 尤其是最近一兩年很流行的iPhone 或者一些電腦、Notebook 或者一些其他小玩具都會講到 其實你的觀眾是哪一群人 其實就是要去到這群有關對這些事情的興趣的人 你平時是怎樣連結這些資訊? 我們的資訊其實很多時候都會靠一些PR公司 他們有些PASSCON的邀請 有時如果不是那些情況的話 可能我們會看一些外國的網站 平時你有沒有聽過 最近除了一些traditional的PRESS RELEASE之外 新興一些social PRESS RELEASE 除了一些text的文字之外 我們可能還要寫一些video 寫給你 或者有其他blog的形式去發佈一些消息 你有沒有聽過 或者有沒有甚至收過這些social PRESS RELEASE 收過也聽過 都知道是一個比較新興的方法 可否透露哪一間公司有發佈類似的資訊? 我真的不記得 但是之前是有收過的 因為其實不是很多的 你覺得這些social PRESS RELEASE 對你來說 是比平時的PRESS RELEASE 有甚麼好處 或者你喜不喜歡收這些release 其實如果在informations上 就覺得OK的 但是在感覺上就未必真的那麼好 為什麼? 原因就是有些間側的資料 讓我們知道 其實也是一個PR的手法 觀感來說 對一個blogger 就不是真的那麼好的 不是完全地正面的 純粹可能文字上面 比你更加好些 你們覺得 我想不是文字上面的問題 而是一個invitation去對 blogger 這個會比較 感覺好很多 嗯 就是 可否解釋一下 本句話說 其實我想一個event 就是你搞一個event 然後叫blogger去參與 然後去get information 關於那個產品 這個觀感是最好的 就是比較多的interaction 就是去單向證 然後把資料給你就算 OK 那你去過多少個blogger的event 也有很多 就是corporate搞的那些 corporate搞的 我想 official的其實不算很多 就是十個以內 但是non-official 就是當私底下聊天 或者一些很小型的 就是在blogger圈子裡面 只是某幾個blogger 會被邀請去的 就是當作一些private的invitation 那些加起來 我想都有二十多三十個 都很多 因為都很多人 問或者當作聊天去做 都是corporate自己邀請你的主動 對 其實類似現在這樣 會是問一下聊天 當作是了解一下 好 最後一題問題 如果一些corporate想和blogger 去搞一些關系 你有什麼advice 中局給他們 其實就 我想在他搞的event的過程裡面 就是表達到一個誠意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blogger有個特性 就是比較人性化 就是他個人性格是比較重一點的 他會喜歡別人尊重他 我想正常人也是 你會喜歡別人有禮貌 會邀請別人 就是會被邀請 這些都是一個 其實代人接物和與別人相處的特點 大家都會比較在這裏 可能創作多些 還有剛才你說 有些新的資料 就是有些新的產品 這個就是關乎那個products 本身 就是你想銷售的時候 那個特性 就是若果 你搞的products 其實那個products 在全世界已經 全都發出來了 但是今天 才叫一個香港的blogger 或者一班香港的blogger 去寫那件事 或者搞個event 你就算搞個event 搞到天花龍鳳也好 那班blogger 都會對那個印象 其實未必那麼好 原因就是其實那些資料 你都已經過了期了 那你還叫我來做什麼 那這個感覺 其實就會被blogger覺得 是沒有誠意 但如果In Case 譬如你一支 很流行的Global Announcement 可能隔了一段時間 才會有一個真的machine 給你 到時給你們試 那會不會都算太遲 對你們來說 其實會是差的 就是感覺是差的 就好像上一次的case 是會出席到的event 但是原來來到之後 發現那部是一個demo unit 也都沒有得看的 就算Blogger 沒有什麼特別的challenge都好 他都會有微言 他會提出 你都沒有機器給我玩 我來到不是吃你的三文治 我是想看你講給我聽 那部機器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他們就會有微言去說 下次你真的有才好說 就是會有這樣的反應出現 但我們有個擔心 就是有時候我們拿惡 即不是什麼 可能有時候我們發 一些Global Announcement 可能美國才有 或者甚至這部機器 其實是微言誕生 只不過我們先說明 對 先說明 對 先說明 到真真正正的一部機器 可能要隔一兩個月 到時如果我們又想被你接觸 但可能有遲過Global Announcement 一兩個月 你們會怎樣 其實我想你說明白 是會比較容易接受的 即不需要隱瞞 但我想可能你們的角色 又未必要 會講得完 那麼多的資訊 這個我們都會明白 但是希望 可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出現的時候 就要講清楚 即是邀請你們來的時候 就講清楚 對 講清楚 這個是一個 純粹是一個 就是 上去Global Announcement 這樣可以講 一件事情 都可以 即 我想看你怎樣 這樣表現的事情 你可以搞到一個 活動是 我們接下來 什麼時候 有一個很棒的產品 會介紹給大家 那怎樣做呢 我們現在沒有真機 我們只是看一些 slide show 或者看一些PowerPoint 這樣 那其實 有興趣的人 你表達了之後 有興趣都仍然是知道的人 他來到都會很樂意 但是 若果不是用這個方法 他來到 然後才再告訴他 oh sorry 我們 double demo 那個觀感 就會好像完全不同了 明白 好 多謝你的時間 哈哈